今天大致是應該會升的 因為最主要是在3月15日的時期之中 摩根大通將有六隻港股調低了 成為不可投資 到前天他們改了一個是不移投資 將價錢由低位調整到高位 例如騰訊由265調整到470 阿里巴巴由75調整到130 美團由105調整到220 享受一周 有三個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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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十五一 二十五 十六 六 五 一